虽然早间传出大选可能落在9月份 不过目前8月已经过了一半 却还没有任何解散国会的迹象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 再度向政府喊话立刻大选 他强调推迟大选等同将武器送给政敌 因此大选不能再拖 否则国阵或巫统可能会措施制胜的良机 最终在大选持下败仗 尽管党主席阿末扎西 已经多次公开催促大选 但同属巫统的首相伊斯麦莎比里 迟迟没有动作 必得阿末扎西再次撂下狠话 只如果不立刻大选 巫统或国阵就等着吃败仗 阿末扎西在脸书贴文 指控反对党使用各种偏见伎俩 动摇巫统和国阵基层的信心 他便称反对党揭露的课题都是片面的 并不代表事件的全貌 换句话说 阿末扎西认为反对党扭曲 特定议题企图破坏国阵形象 但他讽刺地说 西蒙执政22个月 无法兑现竞选宣言 最后连自己的首相都自行辞职 除了再次重申 有多种迹象可以证明之外 阿末扎西也强调 巫统领袖和基层都深信 目前就是举行大选的最佳时机 巫统不愿再拖多几个月 让反对党有机会攻击国阵 阿末扎西形容 延迟举行大选等同将武器送给敌人 好让对方继续作战 正因为如此 就算在野党一直嘲讽 现在执政的是后门政府 没有获得人民委托 但却没有任何在野党议员 要求立刻解散国会 还政于民 阿末扎西还转发新闻截图 引述敦马在国际媒体 美联社的采访中都坦言 在野党目前处于分裂状态 还没准备好迎战大选 而如果此时选举 巫统将能取得大胜 最后阿末扎西放话 巫统领导层和基层已做好准备 至于是要现在立刻大选 还是要拖下去 让巫统国阵吞下败仗 决定权在政府手中 希望当局雇权大局 别在事后才后悔莫及